高雄創業有一個優點 就是它有相對來說比較低成本的環境 因為確實高雄跟台北租金 不管是辦公室租金 像是人事的成本這些 確實也會比北部來的 相對來說比較低一點 高雄創業的好處是好山好水 而且它資源目前越來越多 像大家知道的 高雄市政府也非常積極地在辦理各種活動 那對新創也非常的禮遇 那但缺點是什麼呢 高雄真的太熱了 太熱情 那天氣也很熱 對那我也希望更多的未來軟體 或硬體的人產可以集中在高雄 那我們一起形成一個聚落 那幫大方企業做數位轉据 聯合創的數位其實是一家 協助台灣的新創 做所謂南部的市場開發的一家公司 那其實很多人會對所謂的 南部市場開發相對來說比較 不清楚 也比較模糊一點 那其實我們會透過蠻多一些 包含像是政府的計畫 包含像是現下的實體活動 來去協助台灣的新創 做一些南部的市場曝光 那相對來說我們也會來協助台灣的新創團隊 把他們相關的產品和服務 帶你到南部來 來推廣到南部的相關的產業上面 這樣子 8月2324一起來到高雄展覽館 亞灣新創大南方 MISS大南方就在高雄展覽館 選舉高雄展覽館 協助台灣人 協助香港人